好,各位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继续打开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 第九至第二十七节 那这段经文呢 是耶稣在港岚山上所说的语言 所以耶稣经过的时候呢 他在殿里出来的时候 完了喀就说了一句感叹 他说是何等大的石头 何等大的电雨 后来耶稣呢 就说了一句让他们非常不喜欢的话 是什么话呢 就说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这个石头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些蒙徒们就问耶稣 他们非常的好奇 耶稣啊 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耶稣啊 这些事情将来成就的时候 会有什么预兆呢 我相信这些人 他说带着一个好奇心 他很想问有什么预兆呢 有些发生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呢 但是耶稣给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不是告诉他们很神秘的 耶稣再来的什么样的一些预兆 他只是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迷惑你 所以你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面 是教训他的门徒 要激励这些他的门徒 要他们以一种非常认真 以非常严肃 充满责任性和忍耐的心智和态度呢 去面对一切要将来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一句话里面 重复出现的很多的一些教训的词 出现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一段虽然是光乎末世的一段预言 但是这一段的圣经 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而是教导我们 如何以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一切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却是充满了教导性和应用性的意义 你知道问一些弟兄姐妹 你最爱查哪一卷书 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查 我想查怎么样 启示录或者荡义礼书 这些启示文学的题材 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 但是即使你要查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好像是关于末世的一段经文 但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 你看一下 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怎么说的呢 它说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记载的 都是有福了 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就给我们 启示录不是掀开一些神奇的 或者将来末世的事情 启示录的原因是让我们怎么样 听见并且能够遵守的 所以启示录同样是个应用性的 让我们能够遵守去实践的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不是为我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乃是让我们能够去遵守 带着谨慎的心去遵守 什么是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作为人生光的主要内容 是人生最直接的表现和反应 它要回答人究竟怎样活着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人生态度就是它对人生的一个心态和态度 它要把人生看作什么 不同的人生态度会带来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 你是游戏人生 或者你要有所作为 或者你是天天有命 或者你想上待每一个人 或者你想过一天算一天 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 但是呢 你知道在末世情境下 也就是说当人类遇见最危机的时刻 它最容易会反映这个人的人生态度 所以今天我也取个题目就是 末世情境下的人生态度 首先第九 字第十三节里面 所告诉我们 你要以一个坚人的态度 去面对信仰所带来的压力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第九节怎么说的呢 它说当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呢 你们在会堂里面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耶稣就预言了 基督徒你必定会临到逼迫 所以你待临到逼迫的时候呢 你会在君物 甚至在君王面前怎么样 受神旁 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 预言不久之后的 几十年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 有一个人叫保罗的人 他就不知不觉 借着他的敌人 也应验了这一段的经文 他甚至在当权之人的面前 如菲利斯 菲斯都 雅基帕 甚至盖撒王的面前 去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第十二节里面 到了一个 一个逼迫 到了一个程度 怎么说的呢 他说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女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 以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信仰 所带过来的压力 所带过来的逼迫 所带过来的挑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逼迫到一个程度 就是甚至破坏了 人世间最美的自然的关系 就是亲戚 一些儿女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也可能 这样被你的亲戚 被你的儿女 被你的父母 所恨物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 在历史里面 这样的预言 在历史里面 一直重复地发生过 特别到了使徒行传 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全面的逼迫 就临到了教会 所以初期教会的逼迫 一直持续到 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君士坦丁 凯撒往罗马的皇帝 君士坦丁 帮过了米郎遭命之后 后来才使得 这种政治逼迫 基督徒这样的事情 在罗马帝国里面 告一个段落 但是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们遭受了 极大的逼迫 在十二个蒙徒当中 除了使徒约翰以外 其他的蒙徒 全部是为主殉道的 所以基督徒在大逼迫里面 他们在哪里聚会 只能在地下坟墓里面聚会 根据当时 罗马史学家的一些记载 特别是在公元64年的时候 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 在这一场大火里面 一直烧了六天六夜 他把罗马城区 一共十四个城区 烧毁了十个区 其实当时的罗马人 居民都知道 这是谁烧的火 这是尼罗皇帝 但是他为了 尼罗皇帝 为了转移 这个百姓 对他的怀疑 他把众活的罪 都归给谁 都给基督徒 并且用极其常人的方式 去惩治基督徒里面 所以你知道在斗兽场里面 大家知道罗马的斗兽场很大 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逼迫会穿上兽皮 他看起来像野兽一样 完了呢 这个时候呢 放出一群的狮子 或者呢 一些猎狗 把他们活活给咬死 而另一群呢 可能在竞技场当中 那可能好像 因为你可能 在竞技场里面 你还可能活着 因为你如果打败 这个野兽的话 你还可能活着 但是更多的人呢 他会当成一个 这个灯啊 成灯 被活活给烧死 会烧死的时候呢 照亮尼罗皇帝 他的那个原油区 原油会 也说这边 他在原油会里面 基督徒作为一个灯 活活给烧死 照亮整个原油会 根据 那个教父格里面的记载 当时的彼得 和保罗 都是在尼罗皇帝的 逼迫之下 殉道的 之后的皇帝 多米田 他更是疯狂地 逼迫基督徒 甚至他的表弟 一家的人 是跟他关系 很好的表弟 因为信耶稣 他全部把他们 全家人逼迫自死 你知道吗 在后来的 两千年历史里面 逼迫基督徒的事情 常常有发生 到了二十世纪的 共产主义国家 无论是前苏联 或者中国的文革时期 还有现在的北朝鲜 都有很多的基督徒 为族的缘故 坐在监狱里面 甚至为族 而殉道 那基督徒 在这样的逼迫里面 这是耶稣 他在预言 末世必有发生的事情 那你如何去面对呢 如何去应用呢 圣经怎么说的呢 十三节 我们看到怎么说 圣经会告诉我们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众人恨恶 但是呢 唯有人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并且在第十一节里面 也告诉我们 他说人把你们 拉去浇光的时候 你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也就是说 你不要首先自己思考 要想好想想说什么 他说那个时候呢 赐给你什么的 这个主动就是上帝 圣灵 圣灵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话 因为你说话的不是自己 乃是圣灵 现在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没有遇见过 这样的逼迫 我们不知道 在那个逼迫里面 你会如何去应对 我呢 大概曾经有一次 小小的一个经历 有一次呢 我们温州人 在东北 有一些聚会 有温州人的教会 今天我收到 一面 他们是 沈阳的温州人教会 现在是二十周年 他二十周年 请问我 可不可以回去 他们二十周年的聚会 那二十周年了 我们沈阳呢 后来呢 我们一直在学校里面聚会的 我那时候才高中生 我一直在聚会 但是呢 我们那边的音乐数字都不好 我会一点点电子请 所以呢 我在那里一直私请的 后来呢 我被抓 后来呢 有一次呢 被举报了 后来被抓了 这是沈阳 有一次呢 有东北的 在沈阳的旁边 有个安商市 大概车程 两个小时的安商市 那里呢 也有温州人 在那边做生意 所以也有个温州人教会 他们呢 也在学校里面聚会 租了一个礼堂 租了一个教室聚会 那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 我 因为呢 温州总会里面 有人派过来 陪领会 所以呢 我那时候正在休假 所以呢 我就去听道 我去听道的时候 那人没有人弹琴 我就弹琴 我一弹琴的时候 还没有人开始讲到 后来呢 这些公安呢 冲进来了 公安冲进来呢 他没有看到台上有人 你知道吗 他只看到我弹琴 所以就把我给叫去了 所以呢 我被叫去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地有个弟兄 他就主动出来 承担责任 他也被叫去了 我们两个人 被带进去 去到那个 那我去之前 被带进去 坐在那个警车之前 那些弟兄姐妹们 那些阿姨们 他们就 他们就很难过 因为我是外地过来的 教会 是沈阳那边教会过来的 他们就很难过 又觉得我一个高中生 这么年轻 他们就很难过 他们就教我很多的话 要怎么说的话 完了我就打算的 我自己会有一些话 所以我一直旁锁着 我怎么样 把这个话给说好 所以到了那里的时候呢 他就 先带我去 那个受审的那个事 那个是很恐怖的 先看了一圈 之后呢 带来一个办公室里面 就做口供 录口供 录口供的时候 问我是哪里人 我就很老实的 我是温州人 我父母在沈阳做生意 我现在在那边的一个 高中生读高中 完了呢 但是呢 现在开始就自己编了 因为呢 沈阳 那个安商有个温州人 他的负责人姓温的 大家都叫他老温 老温 我也就说 老温呢 是我的叔叔 这是假的 他是我的叔叔 所以呢 我在家里面 放假 没有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我就去我叔叔家 去我叔叔家呢 这个时候正好教会里面 有聚会 那我就是基督徒 我过来聚会 我一过来聚会 这两人没有弹琴 所以我就帮忙 会一点点 我就帮忙弹琴 我一弹琴的 你们过来 所以我就被你叫到这里来了 这个你知道 这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 那个 在路上一直在自己 在思虑的想的 这不挺好的吗 对不对 他也很忙 以后来用指头弄好了 后来弄好了 他突然问 你说你叔叔叫老温 他姓名字叫什么 后来我叫不出来了 我根本不知道老温 我们都叫他老温 但是温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就露馅了 所以后来他就说 你是你叔叔 你怎么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我们只叫他老温 所以你知道吗 后来就很尴尬 不过还好呢 温州人一般神通广大 后来没多久就出来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马上想到自己的例子 圣经怎么说的呢 他说圣灵会指教你们 所该说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重要的是 十三节里面说 你要靠圣灵 并且要怎么样 忍耐到底就必得救 你知道这个忍耐到底 这个词后来成为一个神学名词 就是基督徒 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的坚忍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大家都知道这个词 其实在这个词里面 其实是从这句话里面 发展出来的 就是基督徒 你应该有坚忍的态度 去面对信仰 所带来任何的压力 所以在逼迫里面 你要怎么样 坚忍 在苦难当中 你要忍耐到底 在任何的压力里面 你要忍耐到底 而忍耐到底的呢 就必得救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 包括早期的一些 中国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了 王明道 或者看到了 刚刚那个去世 广中的灵线高 他们确确实实在逼迫里面 仍然 持守上帝的道 在逼迫当中 仍然 能够看到上帝 在他们身上 所葬行的荣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然现在呢 我们好像不大能够有机会逼迫 在中国也是 现在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相对的宗教环境也越来越好 那在美国呢 我们更是了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逼迫从来来来来 你想为着信仰 关在监狱里面 你想关还关不了了 那现在今天 基督都同样的 我们为着信仰 可能会受到一些价值观 所带过来的压力 你知道 黑的 以前是黑的 但是现在呢 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说是白的呀 我这张纸是黑的还白的 黑的还白的 白的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以前是都说白的 我告诉你 当时呢 突然有一个人 约翰站起来说 不是 这是黑的 我们怎么说 去 你出去吧 有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呢 越来越多的人说是黑的 你会不会有压力 一半的人 这边的人都说这是黑的 请问这一半的人 你会不会有压力 不对 这帮人好像多一点 你说我没有压力 我能多一点 问题是 越来越多的人都说是黑的 到了一个程度 全部的人都说这是黑的 你说白的 你就会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这就是信仰 在这个时代 在美国这个时代里面 所带给了挑战 例如同性恋 赞同同性恋 婚姻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告诉你 以后会越来越多 基督徒如何在这样的 价值观的压力里面 你如何去持守 上帝纯正的道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忍耐到底的 就必得救 忍耐到底的 就必得救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现在不仅仅是这一种 思潮所带给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里面 更有世俗的价值观 一直在包容着我们 包围着我们 让我们屈服 所以基督徒要仍耐到底 就必得救 无论面对逼迫 无论面对世俗的引诱 或者世俗价值观的冲击 基督徒们 你都要相信 靠主的恩典 仍耐得救 我们要持守 我们所应该持守的信仰 那到了第14至20节里面的时候 我们更看到这一段的预言 所告诉我们 当时会有非常非常 以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灾难 要临到 所以第14至20节里面 是耶稣关于大灾难的预言 那同样在马太福音的第15章 24章 15至28节 还有路加福音第21章 20至24节里面 都有记载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告诉我们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 14至16节里面 他说未来会有二人 葬在不当葬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基督徒要怎么样呢 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 他说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 可证的 葬在不当葬的地方 那这个行毁坏 可证的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来自 当一礼书的第11章 第11节里面的 当一礼书第11章 第11节 这段经文 其实是一种预言 而这个预言 已经在耶稣之前的 公元前的 167年 已经完成了 上次原传道 已经给我们讲过 当时 安提阿的一个 安提阿世事 派一个叫 阿波罗修的人 临兵 到了耶路山人 愣以杀杀 并且呢 这个时候 把耶路山人 犹太人的这样 宗教的节气呢 都把它给废除掉 割离啊 什么礼仪 都给废除掉 甚至呢 在圣殿里面 设立 宗师的 一个像 一个神像在那里 所以你知道吗 当时对于犹太人 觉得这个人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人 是个大恶人 是个行毁坏 可证的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他说 以后呢 也会有行 毁坏可证的人 要葬在 不当正的地方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 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不要回去取衣衫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 和奶孩子 有祸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呢 你会看到 这个恶人会领导 或者说 以后你会看到 大灾难会领导 你要注意啊 不要眷恋 你的财产 你要赶紧怎么样 去逃 所以这里面 其实是告诉一些 弟兄姐妹们 要临到 大灾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要谨慎 你要赶紧去逃 好 那这个预言 到底到了什么时候 才发生呢 那它已经 有没有发生呢 首先我在这里面 谈一下 这个预言 它的应验呢 是可以有多重性的 无论是应许 或者警告 它呢 都必须经过一段 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预言 所以呢 可能会有 许多次的应验 或者呢 同一个时间里面 人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 来看我们 主所预言 耶路上人的毁灭 也可以从 漠视的角度呢 看这个预言 所以呢 《四经学》上 有个名词 叫缩减的原则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先知 当他预言 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呢 他都说明了 当他在原处 看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好像一个人 去观看 一座山 当他去观看 一座山的时候呢 其实那是 两座山 你看到是两座山 但是呢 一个人 在原处 看两座山的时候 你看不清楚 那座山 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有山谷的 而且山谷 可能是很长的 你看不见的 所以你看他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 像一座山一样的 所以以色列人 预言了 耶稣基督的再来 先知们 他预言了 耶稣第一次的再来 也预言了 第二次的再来 他预言了 这个基督 是荣耀的基督 但是他也预言了 这位基督 是受苦的 耶稣基督 但是呢 这些以色列人 他却经历了 特别是 被殖民的一种 被殖民 被压迫之后呢 他抗中更多的是 圣经当中 那位耶稣基督 再来的耶稣基督 是荣耀的耶稣基督 是要带领我们 反抗军事 这个罗马的 一个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 就对一些 看的人 就会有一层的误差 那我想说 这样的解释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 原则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一段的经文 预言 其实也可以说 有一些 已经成就了 大灾难 在公元 七十年之后 已经有发生 所以一般解释家 都会承认 那这一段的经文 首先最开始应用的 就是在公元 就是提多将军 上次 牧师已经讲过了 提多将军 他带领这些罗马兵团 进入耶路三人的时候 把城墙都给毁坏了 你知道 把耶路三人城 给拆毁了的时候 对犹太人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种打击 他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特别是罗马的军团上 他的旗子是一个鹰 这个鹰 被奋律党的人 就是激进的犹太人 他认为这是一个 可证之物 这是个偶像 所以特别是 到了后来 他们回坏 耶路三人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旗子 插在圣殿的遗址上 所以这样 对犹太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灾难 那后来呢 大灾难有没有发生呢 继续的 耶路三人的大灾难 有发生 在祖后公元 就是公元后 一百三十五年的时候 当宙斯的 这个雕像 又树立在 圣殿的废墟上的时候 对正常的犹太人讲 这是个大灾难 那之后有没有大灾难呢 那对犹太人 当这些土耳其 当时的那个伊斯兰人 他葬礼耶路三人的时候 这对他们来讲 又是个大灾难 那将来会不会有呢 可能有 这也是个大灾难 所以呢 我就说 这段经文 它是重复性的 有应验 那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呢 圣经告诉我们 怀孕的 和乃婴孩的 有祸了 他的意思说 怀孕的 如果你不叫不方便 乃婴孩的 你就不方便 所以你又有祸了 他的意思说 你要怎么样 赶紧地去逃 你知道吗 其实他这一段的经文 到了公元七十年 罗马兵攻打 耶路三人的时候 耶路三人的教会 他正式了这个警告 所以他是怎么样 罗马人攻打过来的时候 当时的基督徒 他是提前逃到 约旦河外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 耶路三人会涨水的 所以约旦河就会忙了水 所以你就逃不去了 所以他们就提前 逃到约旦河外的 所以免去了 很多灾祸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公元七十年 这一场的灾祸 根据一个历史学家 叫约瑟夫他所记载的 当他耶路三人被毁的时候 大概有一百一十万的 犹太人被杀害 有七万 九万七千个犹太人被罗 所以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也就是说 大灾难 可能会不断地发生 我们不一定说 这一次一定是 这段经文的应验 你应该来说 总结来说 都是应验末世的征兆 所以这些大灾难 不断地发生 或者正在发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一定说 灾难比以前更加地严重 但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是 我们在每一场的灾难里面 都应该仰望上帝 圣经会告诉我们 怎么说的呢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仰望上帝 我们看到第十八节 所以你们应当祈求 叫这些事呢 不要在冬天领到 为什么 因为冬天领到的时候 会有洪水 水会涨 你就比较不容易逃跑 不要在冬天领到 并且呢 你要向上帝祈求 我们看第十九节 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神造万物 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 十八节里面 就是你要向上帝祈求 能够使这个灾难呢 减少到最小的部分 那对我们 现今的应用来说 我们可能会遇见 各样的灾难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以祷告 仰望上帝的心 去面对各样的灾难 最近浙江大洪水 温州 我看到有很多的人 也给我发微信 有很多的一些需要带导的 包括现在那个 特别是雨摇 这个水啊 洪水还没有消去 宁波 雨摇 那这一些灾难呢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 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呢 你要祷告 你要仰望神 你要有仰望上帝的心态 来面对这样一切 所以这是第二 所告诉我们的 好 我们现在看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 是当以谨慎的态度 去面对异端邪说的迷惑 第二十一节 那第二十一节 他告诉我们说 那时若有人对你说 看哪 基督在这里 或者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呢 假基督 假先知要起来 写神迹其事 倘若能行的话 他就会把 选民给迷惑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看到 当面对一些灾难的时候 当这种漠视的观念 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呢 那一端就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圣经会告诉我们 当时会有些人 把传基督说 遥传说 耶稣已经再来了 耶稣已经出现了 会有一些假先知 或者假基督的过来 行一些神迹 甚至呢 有些神迹呢 能看见的 所以呢 一致于呢 就会很多的基督徒 被迷惑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社会浮躁的时候 是最容易出现 一些异端邪说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面对呢 圣经第二十三节说 你们要谨慎 看啊 方式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是在告诉基督徒们 我们要以谨慎的态度 去面对异端邪说的迷惑 你知道去年2012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2012年 2012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末世 你知道那段时间 是东方赏电 就是全能神 这个教派 一个异端的教派 是最猖狂的时间 他就利用人类 对于末世的一种危机感 所以到处去 你知道2012年 我不知道在座的人 你有什么感觉啊 我以为应该不会有人去相信 后来我看看微博的时候 很多人去相信 你知道吗 那些在微博上 那个网上的最后一网 那些在微博上发说说 大家全世界再见 他以为第二天就要末世 真的有人这样去想的 当有人这样去想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一端 邪说去迷惑人 你知道这些东方闪电 它会很厉害 当一端邪说来引诱你的时候 它会有发生 或者它会 产生一些非常神奇的一些事情 它也会有神迹的 或者它会一律用一些 你认为的神迹来迷惑你 听说一段 那个东方闪电是这样的 它如果把你给裸去的时候 它会在家里面 不断地给你洗脑 不断地给你洗脑 甚至在突然状况之下 用灯光 那个突然雷 来了 灯光 它那个灯光的效应 说那个闪电雷鸣 制造一个效果 会让你觉得 他的神是真的 来吸引你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面我想说的是 圣经会告诉我们说 虽然他们有神迹 但是你要谨慎 他们行一些神迹 倘若能行 说明可能他们会 能够行一些神迹 但是基督徒们确定 要非常注意的是 你不要因为他们的神迹 而受到迷惑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 其实基督徒我们 不要太过注重神迹 你不要太多的时间 讲一些你神迹 或者你得医治 病得医治的一些经历 你传福音 你老是讲一些 病得医治的经历 从某个方面来讲 你说福利并不是很强的 因为对有一些人 一听到这些经历的时候 他马上会想到什么 这种事情 我在农村里面 那个阿公阿卜 拜佛的 拜迷信的阿卜阿卜 早就跟我讲过很多遍了 所以基督徒 我们应该知道 基督徒的神迹 其实是为了证明 上帝是神的儿子 初期教会里面 很多人信主 也不是因为他们 看见神迹 如果你看使徒形状的话 你就知道 他们是看见神迹 其实完了呢 信了使徒所传的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唯有上帝的道 才能够真正 使我们重生得救 唯有上帝的道 才能够真正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认识上帝 所以每一个人 都会身上 都会发生很多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包括我也一样 我跟在座的人 我也说过 我以前我妈妈 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所以呢 医生认为 不要生孩子 后来生了我 生了我之下后呢 我们温州话 我小时候都叫 教聚买 教聚买是什么意思 就温州的土话 就是救助的孩子 教聚买 教聚买 都叫我教聚买的 这是我 上帝在我身上 个人的一种经历 现在我成为传道人了 后来呢 别人问我 一个心脏病患者 可不可以怀孕 我让他说 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妈妈就这样 后来生了我 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因为神迹 其实是个人的经历 上帝在你个人身上 所带着经历 每一个人的经历 都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个人的经历 给普遍化 认为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讲 太多的神迹的话 容易把个人的经历 给普遍化 认为信耶稣 就会这样的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不一定 因为上帝 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质疑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是要告诉我们 所以你不要以为 他有神迹 你就要信他的 不是 以后末世的一些异端 他们可能会有 很多的神迹 你知道吗 法轮功 他们有很多 认为自己不可思议的事情 炼了法轮之后 他就会马上怎么样 病得医治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注意的是 他的真理是怎么样 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需要看的是真理 所以在座的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个严谨的态度 去面对各样的异端邪说 在座的目道 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注意的是 现在我知道会有很多人 你一到美国来 会有很多人给你讲 很多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重点是在于 他所传递的真理信息 是什么 基督徒们 我们重点是要传讲 上帝的信息真理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要更热切地 去学习圣经真理 也因此呢 我非常建议在座的 弟兄姐妹们 你要装备你的真理 现在我们教会要面对 要开展很多的一些福音事工 当开展福音事工的时候 面对很多的目道友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引他们 来到主的面前 或者已经被吸引来了 基督徒很有爱心 我们也很有爱心 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 觉得这些目道朋友 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 所以我来了 我来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给他们讲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真理 给他们讲 而问题是 当我们给他们讲真理的时候 你有真理的装备吗 所以建议弟兄姐妹们 我们参加聚会 我们参加主学 我知道刘晓夫妇 现在参加理心的班级 就是一个基要真理班级 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 一些目道友问很多的问题 我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接受装备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凭着爱心 他觉得基督徒很好 很有爱 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一些真理的话 迟早他们会怎么样 会走的 说实话 在座的 我相信 刚刚到美国人 都会同意 对不对 包括我也一样 我们一刚到美国的时候 到了Northwood这个地方 我们什么都不熟悉 我们很缺乏的是什么 安全感 所以谁要对我们好一点 我们怎么样 都会记他一辈子 我还记得我念神学去新加坡的时候 是一个英文部的 一个人过来接我 他过来接机的时候 其实后来 他是英文部 我是中文部 我们都没有讲过话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人的印象 我非常非常的好 我没有给他讲话 我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他 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是过来接我的人 那很多人 目到的朋友 来到我们中间 很多是因为什么 他刚来的时候 很缺乏安全感 觉得基督徒 当我们对他很好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问题就在于呢 之后呢 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真理 对他们教导的话 当他们有安全 慢慢游了安全感之后 这里熟悉朋友了 地也熟了 车也买了的话 他们可以不需要 我们基督徒帮忙 不需要教会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目到 你目到今天第一次来 我们也会告诉你 我们所有的不是 我们所有的不是 我们对你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我们认为这一点点 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夸口的理由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 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 是绝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想说 真正能够吸引到上帝面前 真正有一天 你能够觉知受尽 不是因为某个阿姨对你很好 某个叔叔对你很好 而是因为真正 你相信圣经 所带给你的真理 阿们 如果是这样 亲爱的基督徒们 我们要学习 装备真理 所以我们要参加 现在我们有礼拜三的训练 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 圣经的方面的教导 我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要懂得真理 并且等多应用真理 基督徒们很奇怪的 大家都知道 圣经好不好 是神的话 对不对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那我们既然很相信 认为这是绝对的真理 是我们追求的 那为什么不好好去追求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只有以谨慎的态度 去面对异端的邪说 说实话 这一次我回国的时候 我发现 以前很多我所认识的人 或者我曾经去过的一个教会 他整个教会 被东方闪电给挪走了 你知道我感觉很难过 看到有些人 很多人 以前很热心的 一天练在教会里面 突然被东方闪电给挪走了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经历神迹太少吗 不是 是因为缺乏真理的装备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上帝能够祝福我们 让我们以谨慎的态度 去面对异端的邪说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 以盼望去迎接基督的再来 第24至27节会告诉我们 24至25节 其实这一段的经文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旧约歧视文学的形式 所组成的 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状况 那第26节里面 更是一幅清楚的图画 它描绘了基督再来的审判 在《弹一律书7》第7章第13节也有记载 那这个历史上呢 这段经文不是重复性的应验 只是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耶稣的再来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的再来 圣经所告诉我们 那时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降云降临 他要再被天使 把他的血民从四方 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 基督徒们 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当时信仰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他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再来 说实话 当我们面对末日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明天耶稣再来 你今天会干什么 耶稣如果明天再来 或者说耶稣能够下一个星期再来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你想没想过这种事情 我以前问一个年轻人的聚会 我说耶稣如果明天再来 你今天会做什么 他说我要抢银行 耶稣明天再来 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 抢银行这种心态是很多人的心态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 那些灾难片电影 一灾难的时候 马上会怎么样 这些超市啊 马上会有人抢东西的 大家都去Walmart 去Costco 一有灾难的时候 马上人 这种道德意识 法律观念 马上会怎么样 会消失掉 所以当时呢 基督徒我们却要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 以盼望去迎接基督的再来 我不知道明明你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知道有个历史里面 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马丁路德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即使耶稣明天再来 他说 我仍然种下我的苹果树 即使耶稣明天再来 我仍然种下我的苹果树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即使耶稣明天再来 我们基督徒今天 仍然以平常心态 以盼望去迎接基督的再来 对木道友来说 我盼望你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 当你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你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而这个人生态度 就显示你心中到底有没有盼望 我以前说过 两年前的感恩节 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 这是袁叔叔拍的 对教会的长辈们的一个采访 还记得吗 你如何面对死亡 你知道这句话吧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这是很忌讳的话 对不对 在我们那边有个老人家 他那个吹 你知道那个喇叭吹起来 那个农村里面 就是吹上的那种号 要送葬的队伍也经过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吓得不得了 赶紧跑回去 把耳朵给蒙起来 你可以在老人家面前 躺死 死个事情是非常忌讳的 但是我非常感动 我那天很感动 这些老人家 每一个非常快乐和积极的 带着盼望的 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去面对上帝 这是什么 这个区别是什么 盼望 年轻人 我们可能很少觉得 我们好像 好像面对这件事情 不关我们的事情 如果你会遇见这件事情 谁知道我们 什么时候会遇见 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遇见 这个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去思考 你到底 以什么的心态 去面对 在萨斯病期间 我看到论坛上 有个年轻人说 我以为自己很年轻 年轻力壮 我的未来很漫长 他说 突然的萨斯病 让我知道 原来死亡可以离我们 这么近 最近加州 什么肌肉出问题了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面对死亡的话 你到底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 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以平常的心 以盼望 去迎接基督的再来 这是启示录 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所告诉我们的 圣经怎么说的呢 你看到启示录的最后一节 二十二章的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再来 也就是说 耶稣说 我们的基督说 是的 我必再来 约翰 使徒约翰 他代表着 千千万万的 有生命的基督徒 怎么说的呢 大家一起念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这是什么 我简单一点 就是说 耶稣说 我要再来 我要毁灭这个世界了 世界要末日了 基督徒们非常恭敬地说 主啊 是的 我愿你来 什么样心态 不是勇敢 基督徒我们 跟大家一样 我们都很怕死 对不对 我们有点灾害 我们有点生病了 我们吓得不得了的 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就是 盼望 阿们 所以各位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我盼望我们对着 未来的事情 不是仅仅 去探索 只是满足你的好奇心 最后我请大家 读彼得前书的 第四章第七 至第十一节里面 所告诉这一段的经文 彼得前书的 第四章第七 至第十一节 圣经怎么说的呢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 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狂态 不发怨言 个人要造所得的恩赐 彼此粉饰 做神百般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就按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房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当彼得说 万物的结局进了 我们就说 万物的结局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接下来说 不是 重要的是 你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三节 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 认为跟时事有什么关系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 你要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盼望我们 基督徒们 相信无论死举如何的动荡 我们都应该以坚忍的态度 以仰望上帝的态度 以精神的态度 带着盼望 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恩典 也让我们能够知道 你一定会再来 所以恳切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带着积极 带着盼望 带着均行上帝 你画一个心 来灵受 你所给我们面对的一切的压力 靠着上帝的恩典 以坚忍的态度 以仰望上帝你的心 带着盼望 以精神至所的心 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